所以每一个发心中 你都在感受中 你已经体会 它其实就是决心 其实都是决心 那心性中的成就 它一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你心熟的嘛 你在感受本来是很浓 你知道是决心时 感受的浓度渐渐淡 后面的决心渐渐起来 你就仿佛好像真的有一个 亲近心可住嘛 那一般世界人在这边 叫跳开滚滚红尘 他真以为有跳开嘛 那儒家讲的人行人质 他就体会到那个人行 能入一些二代心中的大名 那种包容嘛 他自然就会在妄心之中 他不会住在妄心 就回到这个亲近中来 但把这个亲近 永远就当成必近 就是小胜人 这个亲近也都是什么 都是你在过去繁星流转 心中业力太重 叫你回头时心不熟时 你回头的必经的过程 那是心性转换的必然的现象 所以叫化成 那就是化成 法华经中讲化成 那是化视线而已 假如你真的是发修心的人 就在这一念亲近之中 你知道一些烦恼 它原本亲近 所以你住在这一念亲近之中 这个亲近应该什么 应该起成大名嘛 他还会回头再看烦恼 因为烦恼跟亲近 它根本就是异性嘛 你不可能断掉 种种意念找到一个亲近 你的亲近就是 不着一切法一切相 那不着一切法一切相 难道什么法什么相 都不知道吗 那叫断眠 不着是在一切法一切相中 你不随其流转叫不着 所以那叫亲近 所以当你正的这念亲近时 你若是真修心人 他会突然倒架此行 挥入缩坡 意思就是 你真的知道那个静体的人 他就会当下不爱诸相发挥 就不障碍一切相 静色发挥 为什么 就是静子 这种心是什么心 倒架此行 这种心是什么智慧 回入缩坡 但这个回入缩坡 还是随缩坡流转 不是 那是一切心大明处 也就是古德过去 祖师的种种谈论中 讲到最后的那一句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心中的亲民担当 他就是山 就是水 你还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过去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为什么是错误呢 因为你是整体攀缘桌子的山 那意境永远剁在成像之中 那种分别之中说的山 虽然你的名字都对 可是你的信用是错的 就像镜子照色之时 你抓着那个色 是山是水 不是吗 是啊 但是那是色中的山水 那永远叫流浪 那你回头时 你熟悉时 原来照线如是山水 就是尽庆 明白如是山水 就是决体 所以你再看到山时 再看到水时 你突然发现 能觉得那个山的 能觉得那个水的 好像不是山 能觉得那个水的 好像不是水 所以你就会在那里体会亲近 那就是你的过程 心中就一定有那个过程 所以就会什么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因为决心从来非山非水 没有决心哪里知道山水 再见山时 心是山吗 不是 见山不是山 然后心中越来越大明石 因为那个见山 跟你最初讲的不是 其实就是一体 它就是一体 也就是我常讲的 镜子能现清黄赤白 它就一定不是清黄赤白 对吧 所以它见山一定不是山 见山有山 但一定不是山 但你要什么是真镜体吗 不是见清黄赤白的 常现清黄赤白 常现清黄赤白处 它永远不是清黄赤白 你二法圆融 才是真镜体 所以你见山不是山时 你要是真是镜体时 它当下就会道家慈航 它再说 这是山 这是水 有过就吗 没有过就 因为它是决心决德山 那不是山吗 名字 决心决德水 不对吗 名字 所以古德要明白正念决心时 穿衣吃饭都是达到 他在吃酸天苦辣 入蛇之时 都是清明决体 那是道 력简矢